现在就是男子十米 砌手枪的决赛了 究竟谁才是世界枪王 让我们拭目以待 装弹 放 放 把杀凯是不是有什么状况 不是第七 那那个手感还是个大问题吧 但没关系 现在你可以往好处想 其实姐夫的幸运数字 他刚刚已经淘汰了七个选手 而且现在在台上 他也不是垫底的 人只要不掉下去 就会爬上山顶的 对吧 下一组计分射 希望大家不要太担心 沈静元的状态 在决赛中 大家都会拿出实诚的力气 前两组只是积分赛 只要沈静元在第二组 把成绩提上来 就可以步步上来 再者说了 我听说如果一开始打得很好 并没有什么用 容易胡思乱想 以为自己满脑子是冠军什么的 反而不太好 我必须试试 我必须试试 教练 不知道 这怎么暂停比赛 巴士甘先生要求暂停比赛 对山顶元选手临时执行兴奋剂检测 他怀疑 沈静元选手现在的状态过于镇定 与他之前得到的背调资料不同 很可能是 在资格赛后的空隙里服用了药物 这怎么可能呢 不灭吧 暂停比赛 协议 发沙坎这什么意思呀 有什么状态啊 意想关系啊 全部都准备了 我们就等着 你们两个 跟七号选手去检测一下 好 你好 不好意思 七号选手 麻烦跟我们走一趟 对 请 什么意思啊 我们就带我的菜啊 那这个肯定绝对不允许 这个 太过分了 这么欺负人了 你这儿请哪有这样 你也不测过的呀 这舞台会更有趣 对 我很期待 怎么还没出结果 没事 姐 快了 设计运动员服用的兴奋剂 严格来说是镇定计 不过 相信大家跟我一样 是相信沈庆元的 真搞笑 姐夫那性格还用镇定计啊 我会赢得这个赢了 沈庆元选手的检测报告 没有问题 比赛继续 我就知道 沈庆元怎么可能 做出这样的事情呢 加油 加油 继续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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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宽盛 沈济元 甜甜 爱心牌的 你怎么知道我想喝这个 那当然了 我可是有百宝袋的人 以后这种随时都做好准备的人 应该是我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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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